被誉为杨丽花接班人的李如玲 身在歌仔戏最辉煌的年代 以一身帅气的小生半香风靡万千细迷 细迷甚至真香送上黄金 钻戒两百万豪华跑车 但人生如戏 她的感情世界却一路坎坷 还间接导致二个女儿三十多年来都不认她 成为她心中永远的痛 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她的故事吧 由杨丽花接班人 称好的歌仔戏天王李如玲 七月份的时候刚过六十五岁生日 她从小生世坎坷 三岁被送到戏团 杨母有不良恶习而且经常欺负她 十七岁那年本已未结婚能逃出生天 却跳入了另一个深渊 丈夫长期对她进行身体上的控制 好不容易离婚 女儿又被夫家一家洗脑 三十多年不认她 李如玲从小由杨母带大 并且追随杨母在春玉歌剧团成长 八岁就挑大梁饰演 小暗君 中的神童 十四岁北上参加 明光歌仔戏团 赚来的钱全都集杨母 不过其实杨母对李如玲并不好 每次输钱都会拿她出气 虽然自小没有家庭温暖 但李如玲却不怨恨杨母 当歌仔戏般解散 家境陷入困顿时 年少的李如玲 一肩扛起所有的责任 独自上台北打拼 别看她当年叱咤歌仔戏圈 为了家计 李如玲说 我曾经长达一年的时间 每天只吃十元的贡玩汤 卤肉饭 从没变过 发高烧不敢看医生 只为了多省点钱 拿回家 让家人过好一点 李如玲透露 小时候为了吃一颗糖 三岁就被骗上台表演 又是为了吃一颗卤蛋 严寒的冬天里 吊钢丝在空中长达四十分钟 李如玲说 小时候家里很穷苦 吃不饱 穿不暖 一条棉被盖三个人 常抢不到棉被 窝在角落取暖 据他自己讲述 那时候听到快门声音 就赶紧拿起粉饼快速补装 不假他人之手 我都一人团队啦 从小到大 都一个人处理所有事 讲话时 他双手插在大腿上 有几分昔日著名歌仔戏小生的架势 两姐三餐都有爸妈照顾 都吃好了才拍 我就只有一个人 没人招呼就随便吃 又怕吃多了动作迟钝 要上厕所不方便 一整天常常只喝一杯牛奶 昔日的习惯 延续至今 现年六十岁的他睡眠不稳 起床时已借黄昏 算不上早餐还是午餐 他仍是一杯牛奶打发 我都是一个人啊 一直想要有一个家 受访时 他反复提到这句话 曾经是万人空向歌仔戏天王 内心里一直是一个人 确实十分心酸 而更不幸的是 后来李如琳面临着人生的 第一个重大转折点时 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断 李如琳十七岁时 收到医院开出养母的病危通知 年纪轻轻的 他只能和两个姐姐抱头痛哭 由于家境清寒 为了筹措养母的医药费 在姐姐怂恿下 他只好以身相许 把第一次给了歌迷 换取五千元还债 没想到之后发现自己怀孕了 只好嫁给这位他并不爱的歌迷 李如琳婚后没有获得幸福 原本一位丈夫应该是个好人 但没想到他竟然屡次对他动手 还将他当成摇钱树 附加在新北和台北黄金地段的房子 全是他买的 李如琳还曾在节目 振振有词 中哭诉 前夫不仅不准他留长头发 还要他跟戏迷睡 思想行为都很变态 不仅如此 婆婆因为有众男轻女的观念 看到李如琳生了女儿 频频指责他生了一个赔钱货 甚至对他的女儿十分不好 常常让他忍不住痛哭下跪求情 忍耐了12年后的他终于受不了了提出了离婚 却被丈夫要求净身出户 两个女儿也跟着前夫 附加还不断向女儿说妈妈的坏话洗脑 不准他们和妈妈见面 女儿也被男方家洗脑到不认他 从此母女一别就是30多年 成了他心上的一道伤口 在历经失婚的挫折后 身旁无依无靠的他只能对养母好 他说 我也感觉自己好像很傻 那时候身边一个人都没有了 好像只剩下养母了 于是把他当成了最后的精神寄托 他苦笑着说 他后来逢人就说我这个女儿最孝顺 完全不记得他以前打过我 看到养母这样 他也没办法恨了 提起那段往事 李如林坦言 虽然当时与养母变得亲近 但他还是一直想要找到生父 生母 怎料 好不容易透过各种关系 终于见到亲生父母后 却让李如林失望极了 他们对待自己这个女儿 完全就像个陌生人 就算主动联络 也仅是为了求助李如林的帮忙 久而一地震 生母打电话给每个小孩 问有没有怎样 每个兄弟姐妹都打了 只有忘记我 生母的行为让他十分心寒 久而久之也认清了现实 从此不再打扰亲生父母的家庭 而与亲生女儿的关系 也成为了李如林心里永远的痛 不过却有网友看到他出席女儿的婚礼 不知道是不是与亲生女儿的关系有所缓解 据自由时报报道 最近传出李如林出席女儿文定宴 从网友提供的照片中可见他戴着眼镜面露微笑站在台上 一件蓝色西装配长裙尽显好身材 身边似乎是女儿和准女婿 而李如林之后还坐在主桌 心情极好 还有许多宾客求合影 求证他本人后 他澄清当天是干女儿要结婚 自己身为干妈相当开心 用心准备了礼物给一对新人 问他是否人期待和亲生女儿相认 他表示近年已经有了心灵依靠 已经向佛化解了过去许多人生心结 对任何事已经不再强求 除了干女儿 李如林还领养了一个女儿 李如林曾在节目上坦诚 自己没有家人 一直渴望有个亲人 在朋友帮忙之下 领养了一个女儿 但可惜的是 洋女国小就开始叛逆 不仅很会说谎 还会偷钱 李如林说 国中把他送到新加坡念书 但情况还是没有好转 目前养女已经二十多岁 只在有事时才联络 平常我也找不到人 本来是好意 没想到最后还是没能把养女交好 对此李如林感到十分遗憾 不过他并没有因此失望而停下他做善事的脚步 他也在为社会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他还敢念说如今自己获得的一切都是曾经的经历给予的 自己也不怪谁了 每一种经历都是一种成长 近日 刘比利 贾静文 客家宴主演的Netflix喜剧 妈 别闹了 于15日正式上架 除了以上三位演员 剧中还有很多超强卡斯 像是淡初多年的歌仔戏小生黄香莲和神海荣等都惊喜现身 掀起观众回忆沙 其实歌仔戏界还有另一位天王 李如林 目前过半退休的生活 偶尔皆演舞台剧 日子过得惬意 不过 有媒体爆料 原本已经处于半隐退状态的李如林近来却又传出了好消息 他近来为春河剧团舞台剧 魔法阿妈 付出 客串主角痘痘的妈妈 戏里身穿时髦装扮 大秀哥仔戏招牌取掉 升起白马 成为全剧最大亮点 据悉 李如林上个月跌倒受伤 手不开刀 后来彩排时手裹着杀不忍痛上阵 他说 答应了就要全力以赴 李如林为了对现与狼祖云十年前的约定 这次在站上舞台 原来当时在节目上偶遇 他对狼祖云说 想做一些新鲜尝试 狼祖云员以为只是随意聊聊 没想到前几年再度相遇 李如林主动提起 你有答应要找我演戏哦 让狼祖云很感动 于是要他客串 魔法阿妈 的妈妈角色 李如林也一口答应 制作人狼祖民说 逗逗妈妈这个角色完全是为李如林亮声打造 编剧把原先家庭主妇的设定改成歌仔戏演员 因此李如林也会在戏里秀一段歌仔戏 让整部戏变得有趣 虽说李如林目前处于半退休状态 但一站上舞台还是生龙活虎 服装造型全都自己打理 狼祖民夸他宝刀未老 去年就已经有很多他的粉丝订票 魔法阿妈 原本2021年9月就要首演 但瘟疫关系已延在延 前段时间终于如其开眼 只是近日瘟疫持续升温 狼祖民说 如果民众没办法习惯与瘟疫共存 票房势必会受影响 但担心票房也没用 只能严格配合防疫规定 而对于他现在的境况 粉丝朋友们也是非常关心 事实上 例如零四月演出舞台剧《魔法阿妈》时 曾在脸书PO全身照 画面中 他顶着公主头 脸上湿抹浓妆 涂显好肤质和深邃五官 而身上的衣服也小露视夜线 此外 例如零三月也有曝光自己现身豪宅的模样 他当时吹着浪漫长卷发 衬托完美鹅蛋脸 身穿黑色平口上衣 袖子有透视设计 展现纤细的双臂 牛仔掌裙的开叉处 露出一双修长玉腿 无论是脸蛋或身材都维持得非常棒 让许多网友惊呼 美魔女怎么永远都没变啊 天王小生就是这么美 气质非凡 永远的女神 纵使到了这个年纪 他仍抱持希望 我还是期待有一个老伴 年纪跟我差不多就好 丑一点没关系 太胖我可以帮他调理身体也没问题 我只想出门有个人陪 晚上有个人说说话而已 也许是因为童年成长的伤害 从小到大睡眠总是不安稳 也许有伴了之后 会睡得比较好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吐露 你刚问我人生最快乐的事是什么 不是唱歌仔戏 是有一年 有人送我一张进口的新床 盖着很温暖的蚕丝背 上面还铺了柔软的羊毛背 整个人被包裏在里面 好温暖 好有安全感 那一夜睡得好好 广受万人爱戴的歌仔戏明星 只是想要卑微温暖的好眠 看到他如此知足常乐的性格 再想到他所经历的心酸与委屈 不禁让人既佩服又心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